之後的話,第一個請各位把這個JDK安裝起來 安裝一下,然後第二個的話 就是這個Eclipse 那這個地方,這個是一個免安裝 也就是你如果要把這個地方把它解出來的話 那你就直接把這個,直接解出來就可以直接用 我看把它放在桌面上好了 把它解到這邊好了,直接解到 那解壓說之後,它裡面的話就有一個執行檔 直接把它執行起來就可以用 所以有的時候,基本上是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隨身硬碟上面就可以放起來 但是不太建議放在隨身碟 因為隨身碟可能有時候會卡的很嚴重 所以之前也有同學放在隨身碟上面,然後就一直卡卡的 所以隨身硬碟是OK,但是隨身碟的話可能就是要看 除非你這個是高速碟啦,不然的話 盡量盡量,你可以試試看 那因為它是免安裝的版本 所以解出來之後就可以用 那也就是說你到時候呢,解出來之後 就把它直接執行起來 但是呢,會有個問題啦 我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個問題 就是說呢,它打開之後它是一個英文的環境 那有的人習慣用中文的環境 我不知道是不是每個同學都對英文環境都是OK的 但如果你用OK,你如果說用英文環境也OK 當然最好,可是如果你習慣 有時候有些同學可能英文不是很在行 然後看起來看那個上面的功能也會很辛苦 所以假如說你要把這個環境變成 叫做中文化的版本的話,那要怎麼做? 基本上也非常的簡單 順便講一下,比如說你今天這個Eclipse打開來之後 這邊有一個Eclipse,其實這個資料夾裡面有EXC 如果你把它執行起來的話 第一次執行 是不是很沒解 好,那解完之後的話 其實就是直接執行它就可以了 直接執行 OK,那第一次執行的話 它會問你說你的那個一個叫Workspace 所謂Workspace就是說 你將來你的專案都要放在這裡面 所以建議就是說你可以把它放在你的指向 你的低碟或者你的那個隨身碟 將來的話就可以把這個資料 也就是說你將來設定的專案 它就幫你把它存在這裡面 我看一下,因為我這一台我看一下 低碟好了 先放低碟 這個低碟你可以給它一個叫 比如說一個名稱 就是叫Java好了 它就會自動幫你建一個Java的資料夾 放在低碟底下 OK 好,那開起來之後的話呢 這個環境就是一個ID的整合開發環境 可是第一個 可能就遇到第一個問題 它是英文版的環境 打開之後有沒有 這個WearCamp把它關掉 基本上這一邊就是它的專案的總管 然後這個中間就是我們寫Code的地方 那這邊的話會有一些 如果這個部分在Java裡面暫時才用不到 有個一些Android裡面用的比較多 那底下的話會有一些執行之後的 可以在這邊可以秀出最後的結果 那如果今天第一個問題就是說 假設我今天把這個Eclipse變成中文化的版本 也許你需要也許你不需要 如果你需要的話那該怎麼做 第一個的話也非常簡單 直接載到哪裡呢? 載到我們的Eclipse裡面 直接Eclipse裡面的話 裡面有如果說你要找中文化的版本 直接就到Eclipse底下 然後這邊有一個Search 記得一個關鍵字 這個關鍵字叫Babel Babel 它是一個類似語系的一個專案 就是說各國語系 如果你有各國語系的需求 然後會有一些就是善心人士 它會幫你翻譯 翻譯完之後它會把它傳到 因為它這個ORG Eclipse本來是IBM的子公司 或IBM把它捐出來 變成一個非營利組織 所以你在Babel裡面搜尋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一個叫 Eclipse Babel Project Download 這個選項 Download的地方點下去之後 各位可以看到這邊有好多個版本 請各位注意一下 我們的版本是最新的這一個 Campre Campre 不是前面的 Juno是4.2 這個Indigo好像是3.7 就是比較早的版本 然後我們是這個 這個版本 其實你在Eclipse打開之後 就會秀出它的版本 那我們就把這個版本點下去 它是一個所謂的那個什麼 Language Pack ZIP的一個打包檔 然後我們就找到我們對應的版本之後 裡面找到一個叫 Chinese Tradition 應該是在這邊 Language裡面 然後找到百分比最多 因為這個都是 所謂的那個 剛剛講的善心人士 我也不知道是誰 他就幫忙翻譯 但是不見得翻譯都翻譯得非常好 有的時候可能會 當然有一點點不進完善 不過至少 可以幫助你 那這邊有百分之越 越高的就是它的那個 翻譯的程度越高 所以我們就找到94這一個 然後把它當錄下來 當錄下來之後的話 這邊有個ZIP 把它在資料夾中顯示 那我們要怎麼樣可以讓它變成中文化的版本 第一個 Babel 打開來 裡面有這些東西 基本上你只要把這些 怎麼樣呢 把它蓋過去 就是把它蓋過去 你的那個什麼呢 你的那個原來的Eclipse 裡面的這個路徑 也就是說 那找到一個 Pri-In 裡面 Pri-In 裡面 Pri-In 裡面 在Pri-In 裡面有沒有 就會 Pri-In 裡面 把剛剛那個 Babel 裡面的 這裡這些東西 怎麼樣 丟到你的Pri-In 裡面 不過前提你要先把你的 這個關掉一下 否則 它可能沒辦法載 你要重開之後 把它丟進去 丟進去之後的話 再把它怎麼樣 重開一下 理論上應該 因為這個新的版本 好像跟前一個版本不太一樣 我試試看好了 因為這個前一個版本 好像會有覆蓋 那這個版本好像沒有 沒有出現覆蓋 好像不 是不是這個 這個版本 Babel 這個我也在缺 因為這個4.3的 跟4.2好像有點不太一樣 不過基本上找的方式是一樣的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請各位 找一下 這個 就是在這邊 搜尋Babel 找到最新的版本 試試看好了 講一下 剛剛有一個 我剛剛download是 94%最高那個 那個好像不行 你就download 82 第二高的那個 我剛剛又重新再down一次 我發現好像 最高那個有點問題 你就download 第二的 就是 百分之八十幾那個 download下來之後 這個版本好像就比較OK 這個版本好像打開之後 直接 裡面就會有一個 直接 裡面就是Eclipse的目錄 然後直接把它蓋過去 它裡面同樣會有兩個目錄 然後兩個目錄把它蓋過 你原來的Eclipse的目錄 他問你要不要取代 你就把它全部取代掉 這樣子 重新打開來之後 你的Eclipse就會是 中文化的版本 哦 中文化的版本 中文化的版本